10月16号星期三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舒心 来自槟城的美女单亲妈妈张贝筹 她的丈夫在8年前肝癌离世 没想到天意弄人 8年后的今天 她本身也被医生诊断 患上了结肠癌 癌细胞甚至转移到肝脏 为了相依为命的16岁女儿 她积极接受治疗 也向大山脚摇池金母慈善基金会寻求协助 希望可以筹募45万令吉的医药费 我的名字是张贝筹 然后我是有一天肚子很痛就进了医院 然后医生证实我是结肠癌 然后单转移 然后是第四期 必须要做治疗 张贝筹的丈夫在2016年因为肝癌离世 自此她与女儿相依为命 平时很注重养生 也保持运动习惯 不仅是游泳教练 也经常跑步爬山和潜水 一直以来都无病无痛 直到今年7月突然腹痛不止 才揭发自己患癌 这一日想到我的女儿怎样了 因为她16岁半了嘛 她还想我 还有很多东西她需要我 我再不在的话就哪一个人了 张贝筹坦言 丈夫当年的肝癌治疗过程 的确让她产生阴影 也一度想放弃治疗 但想到女儿和家人 加上机缘巧合获得治疗方案 让她重燃希望 希望大众慷慨解囊 让她可以活得更久 陪伴女儿走得更远 跨国贩毒集团 绞尽脑汁运毒 如今在线新手法 他们在工业测量机器的暗格内 塞入200多公斤的毒品 再灌入水泥 接着用厚铁板密封 企图躲过关卡扫描 空运来我国后 再转运到第三国家 不过大马关税局 早就从沙地阿拉伯政府 接获情报 趁着藏毒机器 在大马中转时栏下 起货了超过600万令吉的冰毒 国际贩毒集团 就是利用这台机器内空心的空间 塞入冰毒 再灌入水泥 封上铁板后空运出国 大马关税局总监 阿尼斯利扎纳说 由于铁板很厚重 如果没有提前接到情报 关税局的扫描仪 恐怕也无法发现异样 他说 官员撬开铁板砸碎水泥后 从机器内搜出40个 装满颗粒状冰毒的塑料袋 总重量大约207公斤 市值达662万4千令吉 这是关税局今年内 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 破获的最大宗毒品案 也是前所未见的新运毒手法 巴生英达岛商业区出现许多伪利商业活动 巴生黄城市政厅执法人员 今早拉大队沙盗 突击检查30间商店 检查业者是否雇用非法外劳 以及营业执照的有效期 同时也避免由外劳当老板经营生意 执法大队最终开出13张法单 和展开10项扣押行动 同时也有执照预期的商店被下令停业 镜头转向柔佛马坡 一名17岁少年晚间补习完后 不幸坐上一名狼司机的电招车 在路边被司机触摸下体 以及抚摸胸部和大腿 这名司机落网后 昨天被提控时全盘认罪 今天上午被告在被警方押上法庭 接受审判 法官判处坐牢共11年 以及鞭吃5下 由于刑罚从被捕日算起 并同时执行 这意味着被告需要入狱5年 以及鞭吃5下 法官也预令被告 在坐牢期间必须接受辅导 并且在出狱后 接受警方监视一年 继续关注雪州梅拉华地花园的土崩情况 昨天连绵豪雨 不仅吹发了土崩 也引发了泥石流 来到今天 现场大范围已经盖上帆布 今天上午短暂开放 允许民众回家移车 随后继续封锁现场 禁止公众进入 事发当地大部分住户已经撤离 目前只剩下7户单位 灾民反映 昨天是该地区40多年来 第一次发生土崩 有一辆车被倒下的大树砸中 其他住户没有损失 雪州大臣拿都斯里阿米鲁丁 今早也到土崩现场了解情况 他指出 美拉华地花园是安邦在野县内的土崩高风险区 主要原因来自山坡上的排水系统和沟渠堵塞 加上石灰区的土壤结构不断遭到水流冲刷 而催发土崩问题的发生 阿米鲁丁也说 安邦在野市议会已经发出指示 在大马矿物和地质科学局的土崩调查报告出炉前 当地不准进行任何工程 至于受影响的住户可以在两三天内返家 每户家庭也将获得 鹅马县土地局发放的500令吉援助金 另一方面 巴生县天灾管理委员会通报 雪州巴生地带明日起将迎来新一波的大海潮现象 连续6天海潮水位超过5公尺 当局目前正在高风险区建设临时防洪堤 一旦发生水灾 雪州灾害管理委员会能迅速采取应对行动 必要时也会快速疏散民众 霹雳方面 随着国能珍德洛水坝泄洪 江沙霹雳河今天上升到近十年来最高的水位 接近33.1公尺的警报水平 吸引了许多民众围观 现场所见 河水差不多腌制码头 但沿海一带的商家却不担心 纷纷表示 相信政府吸取了十年前江沙大水灾的教训 会更谨慎做好应对措施 绝不会等到最后一分钟 才让商家和住户撤离 天灾造成突发事故 地下水管破裂也会引发意外 槟城斯里里蒙花园住宅区的路面 今早突然出现一个骇人地洞 一辆载着20多名小学生的校车 没有留意到这个大洞 经过时轮胎卡在坑洞中无法动弹 20多名学生一度受困 这个大路洞出现在斯里里蒙住宅区公园旁的路段 在这20多名小学生的校车卡轮后 司机尝试了各种方式都无法脱困 于是决定先安排另一辆校巴再送学生 再向外求助 最后当局招来一辆重型拖车到场 耗费大约一个小时 直到早上8点30分才顺利移走巴士 据了解地洞是因为英达利水的地下水管破裂后一直漏水 水流导致地底泥土被侵蚀 今早校车经过该路段时 已经呈现空洞的路面不堪负荷而爆破 形成了地洞 一名重型机械操作员清晨起床上厕所时 突然被猛虎攻击 将他拖进树林后摇死 死者的妻子当时眼睁睁看着丈夫被拖走 却无能为力 只能报警求助 这宗老虎咬死人事件 是昨天清晨大约5点 在霹雳八眼八乐公园宿舍发生 死者是一名54岁的无意男子 事发时死者的泰国级妻子听见虎笑声 立刻冲出屋外查看 却惊见老虎正把丈夫拖入丛林 立刻报警求助 20名警员和野生动物保护局人员 在事发地点搜寻了大约7个小时 才在中午12点左右 距离工人宿舍100公尺外 发现左脚和颈部受重伤的死者遗体 镜头转向森美兰芙荣 一名七巡华裔老翁 陈德久 前天傍晚6点半左右 与妻女和孙子待在家中 遭到持刀匪徒入屋抢劫 我女儿在塞州以后 我女儿就喊我 爸爸有人来找你 我都觉得很奇怪 我不是要起身了 他就叫我女儿进来全部进来 进来的时候 一旦他打抢 他开口讲打抢 讲过来话啦 讲打抢 后来我看他进到我门口 我就爬起身去就跟他打了 打起来咯 陈德久不愿就范 为了保护太太和两名孙子 他心生勇气 拼命反抗匪徒 过程中一度跌倒在地 幸好女儿反应及时 冲上前用拐杖猛打匪徒 才保住全家人的安全 美国总统选举即将在11月5号登场 不过许多州属在这个星期内 就可以进行提早投票 根据统计 今年全美就有550万人选择提前投票 对于候选人来说 七个关键摇摆州的投票率 也随着提早投票的开始陆续发挥作用 美国乔治亚州是选情最激烈的摇摆州 星期二开始提前投票 根据当地的选举官指出 仅仅是星期二的投票率就将近33万张 打破了历史记录 尽管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对邮寄选票大表反对 却无法阻止选择提早投票的选民人数日益增加 两位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以及特朗普的支持率不相上下 根据易普索的一项新民调显示 贺锦丽以3%的优势稳定领先对手特朗普 不过近期的民调也发现 贺锦丽的医疗政策和处理政治极端主义方面的手腕 更受选民青睐 但美国经济被选民列为首要问题 更多人认为特朗普在经济决策方面更胜一筹 贺锦丽日前在底特律接受知名非裔电台主持人访问时 承诺会将大麻合法化 并推动警政改革 希望可以提高来自非裔男性的选票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纷争越烧越旺 以色列总理尼丹亚胡拒绝在黎巴嫩停火 并坚决要求在两国边境 必须有一个没有真主党武装分子的缓冲区 尼丹亚胡更表示 黎巴嫩真主党扬言要扩大攻击范围 因此以色列的当方面停火 不会改变黎巴嫩的安全局势 另一方面 以色列与伊朗的双边战火同样持续中 美国华盛顿邮报揭露 以色列总理尼丹亚胡 已经告知美国总统拜登 表明了 以军对伊朗实施报复攻击过程 不会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和石油生产设施 白宫认为 这是以色列避免引发全面战争 而自我克制的迹象 换个焦点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 马尔堡病毒 M-DOT以及最新型禽流感病毒的爆发 正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严峻挑战 该组织提到 全球已经发生17起危险疾病疫情 不仅揭示了疫情防控体系的薄弱 也凸显了全球在应对疫情爆发方面的准备不足 并强调 疫情防控准备 如今已是全球社会的共同责任 德国警方在刚过去的星期一 发布警示通报 指当地出现连环强奸犯 专门透过网络以看房等理由 寻找年轻中国女子下手 甚至会伪装成女性 以降低受害者的防备 警方表示 从今年1月以来 已经有4名中国女子受害 怀疑嫌犯是华人 而这项警示通报 也特别采用德文、英文和中文三语发布 募求提高当地女性的戒备 东南亚地区今年底的降雨量 可能高于正常水平 这种情况受到气象专家的关注 专家预测 新出现的拉尼纳现象 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 给菲律宾、越南和泰国 带来更多降雨 除此之外 热带气旋的增强 也可能为台湾和越南等地 带来更多超级台风 这一系列的气候转变 可能更进一步对东南亚地区的农业、旅游业和工业 带来破坏 德国海军魁为22年再次登陆大马 展开为期4天的军事访问 这次访问是德国2024年印太部署行动的预定环节 德国海军巴登辅腾号护卫舰 和法兰克福号补给舰 昨天停靠在巴生邮轮码头 为访问掀开序幕 两国代表都形容 这次的访马行动能够有效的强化双边关系 新闻最后我们跟着镜头 一起见证德国海军登陆的场面 我是书欣 祝您晚安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